你們不要弄人最喘的 家一家對夫妻相擁痛哭 因為他們一家五口 剛從火勢旺盛的火場中脫困 九死一生 女生一老婆跟小朋友 都在同一個房間是不是 沒有 不在同一個房間 他們 他們脫困的火場 在另外一個房間 他們在另外一個房間 所以你們都是在火警的房子裡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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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困當時消防隊和這家人 電話聯繫 爸爸語氣緊張 一旁妻女更是慌張大哭 消防隊員知道 他們無法逃生後 要求這家人躲在房間裡 將門關好 就是因為這家人遵守 消防隊員知道 躲在房間裡把門關好 以衣物棉被塞住門縫 讓他們逃過一劫 原來火場中最先致命的 不是火勢 而是濃煙 關門之後 其實我們為了避免濃煙 還是有持續滲進來 我們會用毛巾遮住門縫 躲在房間裡將門關好 有效阻隔濃煙 並把對外窗打開 讓新鮮空氣進來 就能爭取逃生時間 不過像浴室或青鋼架隔間 因為建材不耐燃 不能躲 另外用濕毛巾 捂住口鼻逃生 也是錯誤觀念 往下越來越熱的時候 他知道相反的方向往上去跑 但是濃煙向上 你跑不過濃煙 還有火在發生時 不能往下逃時也不可往上跑 因為濃煙篡身的速度 比人的步伐還要快 許多火災罹難的案例 就是死於錯誤的逃生觀念 並非被火火火燒死 而是遇到嗆餅濃煙 反遭濃煙吞噬 記者王嘉欣 高雄報導